月云鹏对郭德纲的重要性 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2010年德云社风雨飘摇 因为月云鹏的异军突起 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德云社的局面 后来在节目中 郭德纲曾经调侃 月云鹏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危难之秋到底什么意思 他肯定不懂 月云鹏给了郭德纲意外之喜 一方面是红的速度 远超郭德纲的意外 在很短的时间里 月云鹏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在商业门票的售庆速度上 丝毫不弱于郭德纲 有人这样点评月云鹏 说他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就占了一个中字 以此来说明月云鹏 相声天赋不行 纯靠郭德纲捧成了现在的样子 可是月云鹏用自己的成绩 打了这些人的脸 如今全面开花的月云鹏 已经没有人怀疑 他的搞笑天赋了 9月23号晚上 月云鹏的首个自制综艺节目 越努力越幸运 正式上线开播了 之所以强调自制这两个字 是因为这个综艺节目 是首个月云鹏自己创办的综艺节目 并不像德云社团宗 德云斗笑社那样 月云鹏只负责演出 在第一期节目里 月云鹏迎来了三位重量级的大咖助阵 分别是自己的搭档孙岳 凤凰传奇的两位主唱 曾毅和林花 不得不说 月云鹏如今在娱乐圈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人脉了 作为多年的好搭档和好兄弟 月云鹏的第一个自制综艺 孙岳老师没有不来支持的道理 要知道 月云鹏拍这个综艺的时候 可是在大草原上 孙岳老师不远万里 从北京赶往了大草原 来帮月云鹏录节目 什么叫情意千秋 月云鹏跟孙岳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以说是德云社里 仅次于郭德纲和于谦的模范夫妻了 凤凰传奇的助阵 也让大家非常惊喜 尤其是曾毅老师 在自己的脚严重受伤的情况下 依然坐着轮椅来给月云鹏捧场 确实是让人非常感动 月云鹏在娱乐圈的人员 那是出了名的好 不管跟谁录过节目 都能成为好朋友 第一期节目就有这三位大咖助阵 月云鹏的这个自制综艺 确实是诚意满满 月云鹏推出自制综艺 有网友解读为单飞的前奏 这有点无稽之谈 站在郭德纲的角度 他也希望徒弟们能够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月云鹏做自制综艺节目 并不意味着他要自己单飞 他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希望能够在综艺界闯出一片天地 演综艺跟自己制作综艺 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月云鹏来说 第一期节目非常成功 观众的反响非常热烈 是开了一个好头 看看月云鹏取得的这些成绩 还有人敢说 月云鹏说学逗唱只占个中字吗